这是一个旋转暴震火箭发动机的模型 外壳被我切去了一半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演示 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了 当然事先我要特别声明一下 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演示模型 跟真实的旋转暴震发动机 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真的 所以只是基于我对它的调研和理解来制作的 大家看着玩就行 有错误就帮我指正 有资源的就可以帮我去联系真的看看去 好 回到它的身上 所谓旋转暴震 指的是它跟普通火箭发动机 喷出燃料的方式和燃烧燃料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先来看普通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做的 燃料和氧化机会从发动机的顶部连续的喷出去 在燃烧室中混合 并由同样连续点火的点火器点燃燃烧 但点燃之后的火焰前锋 必定会跟混合好的燃气前锋有一个错位 如果想要将这些燃气完全燃烧 则火焰前锋必须要追上这些燃气前锋才行 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绝大部分的发动机里面的火焰前锋 到最后都是追不上燃气前锋的 于是就会有一部分的燃料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火焰前锋的速度低于一马赫时 此时的燃烧被叫做是爆燃 而只有当火焰前锋的速度更高 比如大于甚至是远大于一马赫时 它才有可能会追上燃气前锋 尽可能的使它们充分燃烧 而此时的燃烧就叫做爆轰了 当然人人都喜欢爆轰 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 起步至少就是个百分钟 百分钟好像不是那么高的样子 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土星5号火箭第一集装满燃料之后的重量 大约是2200吨 其中燃料的重量就有多少呢 2060吨 占了整体质量的93%还要多 如果这个时候用上旋转暴震发动机 哪怕燃料效率只提高个5% 其质量就能减少大约103吨 活生生的就省出了好几枚猎鹰9号的干重 夸不夸张 但想要引发爆轰 所需要的能量非常之大 而且至今人们对于它如何启动的底层逻辑 还是没有掌握的有多么透彻的 只知道如果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的话 它自己就能把自己逼上极限了 比方说 用这样的又长又细的管子来作为燃烧器 在这个里面 燃气喷出被点燃之后 一开始的方式还是相当传统的爆燃 但是随着火焰和燃气一并以极高的能量往后面进发 在某一时刻爆燃就能够转变为爆红了 于是在冲出喷口后就带来了更多的推力 这样的发动机叫做脉冲爆震发动机 虽然听上去好像比普通发动机要来的高级多了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脉冲这两个自杀 因为每一次点燃之后都需要等待这一次的燃烧 都从爆燃演化到爆红 再等着这些高能飞气全部从管子里面喷出去之后 才能开启下一次的循环 所以它所能提供的推力并不是连续的 而且其实在这过程中的浪费也不少 效率说实话是没有提高太多的 同时它还有第二个硬伤 虽然结构简单 但是也很占用空间 长管子是它的刚需 你必须要为它找出一个放得下它的地方才行 硬生生的将其伸到外面去 还想什么话呢 说你看不连续要长度 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手段呢 当然有啊 工程师那么聪明一想 我把笔直的跑道给你头尾连在一起掰成环形 不就等于是长度无限了吗 然后我为这个环形的跑道准备一个环形的排气口 不就能让爆红之后产生的废气沿着垂直于我燃烧的路径排出去了吗 不影响我一直燃一直绕圈圈了呀 perfect 所以咱们来看看模型啊在旋转暴震发动机的底部呢是有这样一圈的喷口的 它们会依次喷出燃料与氧化机的混合燃气并在一开始点燃之后呢沿着这条跑道转起来 于是同时啊将飞机连续的从尾部的喷口喷出去制造出比普通发动机要大得多的推力 简直结构简单原理清晰啊 哎但就是怎么也造不出来直到最近 是的啊其实旋转暴震发动机的原理呢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知道了 甚至在NASA设计和实验他们用在土星5号上面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F1发动机时呢 还意外引发了旋转暴震的现象 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呢是想尽了办法想要避免 而如今呢则是想尽了办法要利用啊 其实之前造不出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 材料工艺和计算机仿真都是不行的嘛 你以为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以超音速稳定的跑起来很简单吗 完全不是啊 它超难 每一个节点都相当的重要 要不是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仿真 很多它在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人们都是搞不清楚的 比方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一个火苗子 有的时候呢又是两个三个 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两个火苗子能够相按无视 间隔稳定的在一起跑 而有的时候又是你对我敢碰到一起就变得不稳定了呢 总之啊不断的用模拟来试错 我总是好过不断的将真的发动机给炸飞吧 另外材料也很重要 刚才我们也说了啊 爆轰的能量极其至高 普通的材料是完全hold不住的 NASA之前刚刚连续实验成功的旋转暴震发动机呢 用的就是一种全新开发的铜机合金 并且还使用了3D打印才能够加工成功 为什么要用3D打印呢 咱们来细看一下这些燃气喷嘴的构造啊 取一个出来喷嘴里面的泡面是这个样子 有熟悉他的朋友吗 好咱们放大了一下看看啊 你看这个上面呢 就是这个喷嘴的出口了 里面一左一右分别有两根输气管 他们会分别将燃料和氧化机注入到燃烧室里面 他们的造型是不是有点挺特殊的呢 懂的朋友肯定已经知道了 他们叫做特斯拉流体二级管 或者我们更熟悉的是特斯拉法 它这样的特殊造型呢 有助于让流体单向流动 而不使用任何的移动部件 在这个旋转暴震发动机里面 由于火焰的移动速度极快燃气的喷口呢 就需要在几毫秒内实现开闭的动作 并且还要在此过程中抵抗废气 往里面倒灌嘛 常规带有活动部件的单向法 是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极端的要求的 只有上特斯拉法了嘛 但是这样的特斯拉法 传统要怎么去加工呢 去车 去住 去切销 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嘛 而3D打印就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啦 对了 如果你对特斯拉法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早期拍的一个视频 或者可以积极的给我留言 我可以送你们几根这样的特斯拉吸管了 正好夏天就快要到了 用它来喝饮料 你就能够亲自感受一下 这两端它的吸力是不是一致的 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型发动机 你注意到它的喷嘴的形状了吗 它采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型拉瓦尔喷嘴 而是一个气间喷嘴 由于旋转暴震发动机需要一个环形的燃烧式 套在中央的气间喷嘴 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它的最匹配的喷嘴形式了 而且气间喷嘴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它可以在更大的高度范围内 更加有效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发动机为了让它最有效的工作 我们是希望喷嘴出口处的排气压力 正好就等于外部的大气压力的 如果外部大气压力高于排气口处的压力 发动机就会在过度膨胀的状态下运行 此时喷出的气流会与喷嘴分离造成能量损失 而如果外部的压力低于排气口处的压力 则发动机会在欠膨胀的状态下运行 此时的喷出气体会马上向外膨胀 也将导致能量的损失 但想要实现这样的平衡 我们就必须要随着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和外部环境来随时改变喷嘴的形状才行 战斗机的喷口是可以这样调整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小 但是火箭发动机的喷口怎么操作呢 太复杂了 但是你反过来看气间式的喷嘴 它的确是有点像是把传统的喷嘴 整个从里到外给翻出来用 在海拔较低外部气压较高的时候 排气被压缩到气嘴上 而气嘴则可以重新将这些排气 定向为笔直的向下 没有分离就没有额外的损耗 而在海拔较高外部气压较低时呢 这排气会相应的膨胀 压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依然会沿着气嘴笔直而下 还是没有带来损失啊 整体的适应性就更强了 的确是旋转暴震发动机的绝配啊 当然 原理搞懂 离实际应用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 想要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面稳定的燃烧 还是有很多的研究要去做的 只能说啊 离它去改变我们的传统太空探索方式呢 也许已经不久了